天使路口 汽車窗在停等紅燈 遭到後方騎士一邊錄影 一邊當面檢舉 後方乘客沒戴安全帽 還抽煙 滴臉在台南市永康區 雙載汽車還被控訴闖紅燈 後方騎士看不過去 趁著停等紅燈大喊出來 全力放鬆 聽到又要被檢舉的雙載騎士 真的會怕瞄打方向燈 但事後依舊收到至少兩張罰單 在花蓮市中華路則是 貨車打方向燈要從路邊左接 和後方機車發聲擦撞 騎士夫妻檔當場喷飛到對向車道 只是走的 沒有跑 你打方向燈打了一段時間 滾接車禍也發生在高雄岡山區 一輛貨車突然滑行到對向車道 當時車上沒有人駕駛 如同幽靈車 駕駛發現後趕緊衝出來 但已經來不及 貨車一頭撞到休旅車才停下 下車購買便當 當時車輛並未熄火 且會拉手煞車 忘記拉手煞車 貨車軌切滑行 好險速度慢沒有撞到人 提醒民眾開車起車上路 保持安全距離 如果闖紅燈不戴安全帽 又抽煙大膽上路 小心被當面檢舉吞紅燈 貢獻國庫 記者來觀察劉體驕王書宏 綜合報導 記者來觀察劉體驕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